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我們又開始今天的釋經Zoom的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聖靈充滿,我們可以經歷什麼 繼續講到主題是聖靈充滿,以及我們怎樣追求 而其中一個分類的主題,一個分類的主題就是我們怎樣經歷聖靈 就是從聖經我們看到我們是怎樣經歷聖靈的 我們之前有講到就是我們可以經歷神的安慰、醫治 以及賜我們喜樂,給我們有醫好傷心的人 以及釋放所有被捆綁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以及喜樂以後代替悲哀,這是我們可以經歷聖靈的方式 然後約翰14章27節就說到我們可以經歷平安 耶穌將平安賜給我們 馬太11章28節就說到可以經歷到安慰、重擔的 神可以叫我們得到安慰 然後今天我們所講的就是羅馬書5章5節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裡 我想問問大家,從這邊我們怎樣證明 從這個經文我們怎樣證明,神的愛是可以湧入的 是可以是一個強烈的經歷,不是好像 好像有些人對於愛的定義就是神愛世人 所以我心裡深信了,我感受到神真是愛我們的 所以我心裡覺得被愛了 我們從這個經文可不可以證實 神的愛是可以湧入來的,是一個突然的經歷的 大家有沒有從這個經文有誰的支持可以證明這件事呢? 大家可以回憶 牧師,我決定在主的時候真的覺得 聖靈的愛,就是神的愛,直接衝入我那裡 因為我平時的人都很理性 我現在問你識經 識經,從經文我們怎樣支持 人可以一下子經歷神的愛湧入來 然後你才可以,遲些我會給大家分享的 但是你現在講到釋經 有這一句經文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到神的愛 可以湧入來一個突然的經歷 一個愛家的經歷 是可感受到,我之前有講過的 就是說,經歷聖靈可以是一個外家的經歷 好像忽然間來到,是身體可以感受到的經歷 也都是突然的,可以是突然的經歷 可以是突然的經歷 在這裡有誰的支持可以證實這件事 很明顯的 是不是僑貫啊?牧師 是的,你解釋為什麼僑貫可以證實這件事 僑貫是不是好像突然間淋下來那樣 讓我們去經歷到 是的,沒錯 好像淋花那樣 淋花,僑貫 那樣 神的愛就淋下來 所以這裡是說到 是 經歷聖靈 可以是一個 一下子的經歷 是一個外家的經歷 是人可以感受到的經歷 我們之前也有說到 平安可以突然進入我們裡面 安息又可以 你來到耶穌那裡 他就叫我們得到安息 這裡說到就是神的愛 好了,我現在想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有沒有經歷神的愛囂貫在心裡面 我們要分析 適經還是適經 分享還分享 嗯,牧師 我試過了 因為我信主的時候 我自己決定信主的時候 真的啊 我覺得神的愛真的進來 我很理性的 很少哭的 嘩,我那天啊 哭過不停的 真的啊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從上而來呢 就是頭那裡 嘩,一直打冷震 啊 我想問你 你是 別人帶你信耶穌還是你自己 我自己啊 是因為之前有人跟你傳了福音 是不是 我傳了福音的了 我明言福音的道理 不過那天晚上呢 我自己 就是去洗手間 就是很早起床請了 那洗手間呢 就 哇,我想起神是誰這麼愛我 然後就有這樣的衝動了 我也不知道啊 每天晚上哭啊 每天晚上好像有點震 人從頭到尾震了下來 我當時還在廁所 大便 我也是想起神絕愛的東西 然後突然間 很感動很感動 就說我不相信 我真的要相信這個主 我也想起主的一些事跡 就是釘十字架那些 她真的愛我 我就是這樣性感動 那天真的感動得很緊要 五點多時我太太起床 她說你這些叫做聖靈感動 那時候我都不是很在學 這樣互相擁抱 那天再決了一字 那天是星期日來的 我太太大愛牧師那裡決字 那時候就順道傳 好 好 感謝主 其實當時你說會 你是 就是 哭到震 還是震是另一個經歷 我想你講什麼 我那次不是哭 我就不停地流鼻涕 鼻水不停地流 跟著就有一個震的經歷 OK 我也不知道 其實這個也是經歷神的能力之 方法之一 正如我講過就是 約翰和蘇萊 我看到耶穌都會跌在地上 那就是說 人是可以經歷神的能力來的 所以這個震動也是 聖靈的臨在 其實如果你知道 因為你跟我說過 你很理性 你很難經歷聖靈的 其實你當時是 是有經歷到聖靈的能力的 那麼問題就是 你經歷了之後有沒有保持 你如果不懂得保持 我就是不懂得保持 變成現在很少經歷了 OK 但不要緊的 你 你留意到 祈禱有平安慶省 有沒有祈禱有沒有感受到 平安慶省 舒服 遙動 有沒有感受 有的 你有呢 有你就其實有經歷 繼續經歷的 那你 不過你投入一點 整個心去 歡喜神 感激神 愛神 又願意毀身跟從神 又願意離開一切的罪 你很毀身這樣 去喜歡神 喜悦神 你會越來越經歷強的 就是說有很多人 就是由輕量的經歷 投入的時候可以進入強度的經歷 那你可以試一下的 OK 那我們 我們又問大家了 我們怎麼知道是聖靈 不是邪靈呢 因為 讓他再說 讓弟兄再說 因為 我們經過這些經歷之後 我們更加 你沒有說我們 是你 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信心會加強 一直都沒有離棄神 自從那次經歷 不過 經歷了那次 沒有這麼強的經歷 而已 但是 人的心 是歸向神 OK 是 這個證明 這個是聖靈工作 不是邪靈的工作 因為 有些人在網上說 就是 他稱的名字叫寧動 他說凡是寧動 都是邪靈的 他就搞不清 邪靈可以叫人有寧動 不過聖靈都可以 他就總是說 這些一定是邪靈 就是有個牧師在網上說 這個是不可信 他也不肯聽 就是我跟他 跟他談 那個改變 完全是對我 完全是正面 我也沒有任何邪靈的感覺 但是他不肯聽 就是他也不肯去 他說你覺得我身上有邪靈 你不如去趕 看看趕不趕得出 你可以叫一班牧師去趕 但是他又不肯做 就是 就是他 他有跟人說過 他說是很難的 趕不出的 好搞笑的 真的 我們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邪靈 騷擾他 我不知道他 因為我不是 他沒有個人的事 沒有告訴我 不過是有人告訴我 他說過 趕邪靈是很難的 就是 我們來說 我不覺得難 不覺得難 因為 親近神 帶著他親近神 一路愛慕神 他在 如果他是有邪靈的時候 他到那麼上下 就會有彰顯 在神強烈的同在 就會彰顯 我們很明顯分到 人是有邪靈 還是聖靈的工作 很明顯分到 但是他 他總之覺得 震動就是 所以他找那些 聖靈充滿的人 他就會 就是他找他們 所以他趕不出邪靈 所以他覺得很難 因為根本就沒有邪靈 他總之覺得他動就是邪靈了 這是他的定義 這就是會令到很多人抗拒性的工作 OK 好 還有沒有人分享愛的經歷 神的愛的經歷 我覺得 是 當我們親近神 討過 真是有一種很平安 心裏面 有一份 形容不到那份的喜樂 所以我心信 在我裏面的是 聖靈 如果是邪靈的機會 基本上就 除非你是要追求邪靈 我想邪靈會追上 會黏著我們 但是如果自己知道 自己一直 與我去溝通的 聊天的 或者討告的 都是 知道 你所送的是哪一位 你所聽的聲音 是哪一個 因為 你是熟悉他的聲音 他也知道你是哪一個 這樣 我會覺得是這樣 有那份的平安是形容不到的 OK 好 好 還有沒有人有分享 我 我有啊 沒事 譬如說 我有一次 就是 好像知道我 艱辛樂意 我心裡想 艱辛樂意來 受診 你什麼 你再說一次 什麼 受診 你受診 什麼艱辛 什麼艱辛 艱辛是什麼 因為我講過語 好嗎 因為講過 廣東話 有些不是很努力 是啊 你說過普通話 什麼艱辛 我聽不明白 就是說艱辛 艱辛情願的 甘辛樂意 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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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去天父那裡 真的都是這樣想 我還沒 這個意念 還沒說完 我就看到 天父爸爸 一直看著我 他說 你走來走去 都是要走到我的面前 這個意念 枉在我裡面 但是同時 天父都和我抱著了 就是被神年充滿這樣的經歷 就是被神的愛 是很真實的抱著我回家 那時候 我都不是明白真理 就是初神 講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喜樂 很開心 有天父的同聚 我過一次很經歷很大 之後都有時都慢慢天父抱著我 我都知道是站起來的 就是帶來盼望 有時候 我自己不知道 有憂慮 忽然間 他說話 他說可以穿那個牆 是超越的 我可以 不受時空 其他東西難了 我可以過來的 就是這些意念 他很深 我就知道我這個是天父 是這麼做到 好像我是其他孩子 時常過來抱著我這樣的經歷 是很多的 OK 好 你說你覺得天父擁抱你 你怎麼覺得 就是你是直接 肉體上覺得 有人抱著你這樣 你是心靈感受 還是身體感受 就是身靈的感受 OK OK 好 好像一個寶寶 有一個寶寶這樣的 被抱著 都是我這個人 都是一直和我抱著這樣的 但是呢 我知道在裡面 屬靈的那個 真實的經歷 要知道 是的 OK 好 是非常好 OK 那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真是神是可以經歷的 就是一個重點就是 是可以經歷 是可以一個突然的經歷 外加的經歷 是我們身體可以感受到 我重複講這三點 就是外加的 就是神致給我們的 是突然的經歷 是可以身體感受到 那當然也是 可以加上一些形容 就是會建立我們和神關係的 因為邪靈呢 都有這三樣的 邪靈都是外加和突然的 身體感受到 不過呢 那個經歷呢 就是破壞他們和神關係的 但是我們 經歷聖靈呢 是建立我們和神關係 叫我們知罪 離罪 平安喜樂 生命更新 那這些呢 就是那個 證明是聖靈的工作 OK 那我們看到 原來呢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裏面 我想說一點 說關於聖父聖子聖靈 到底 在 就是 聖經 用這個 講到聖靈的時候 有些什麼特色 我們 從全本聖經 講到聖靈的時候 有些什麼特色呢 是 我們看到 就是 什麼時候 聖經用天父 什麼時候用耶穌 什麼時候用聖靈呢 在這裡呢 我們很明顯 聖經是講到 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面 那 我們看全本聖經 發覺 神和人個人的交往 在他心中動工 在他的靈命動工 很多時候都是用聖靈的 在舊藥裡面都有的 譬如以西傑 他被神的靈 帶帶到不同的地方 而在新藥呢 就很明顯講到 他們又被聖靈充滿 和聖靈所賜的果子 聖靈所賜的 神職能力 聖靈的恩賜 就是說 講到 神和我們個人的關係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用聖靈這個 講到聖靈的工作 而一部分呢 是 是 比較 就是 比較自然的 就是 其實都是超自然的 就是會知罪 悔改 信主 生命更新 然後另外一部分呢 就比較超自然 就是 其實這裡 講到愛呢 忽然間湧進來 都是一個比較超自然的經歷 因為很多人 不是很接受這件事 忽然間湧進來 那麼我自己 1998年 安卡羅為我按手的時候 是很明顯 很強烈的能力進入 和很強的愛進入 跟著我的生命是完全改變的 如果邪靈可以做這個工作呢 真的 很搞笑 他的自相紛爭 邪靈進了人的心 然後他就很愛神 很聽神的話 跟人講邪靈的自相紛爭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聖靈工作 但是可惜有些人是不接受 而他將這個教導傳開 令到很多人呢 沒有聖靈的充滿 抗拒聖靈充滿 後果呢 其實很嚴重呢 就是在大災難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呢 是基督徒如果要生存 有得救呢 是不可以拜壽和受壽印記 因為受壽印記 他的份是在流氓的火狐 他就不能夠得救的 所以一定要依靠神 親近神 而有聖靈的能力 和聆聽聖靈的聲音 在那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聖靈的能力 就讓我們有信心 也可以帶來醫治 譬如基督徒有些受傷 或者各樣的問題 或者壓力 我們可以為祈禱 他懼怕 可以得到釋放 得到醫治 還有呢 當沒有食物的時候 聖靈都會指示我們 怎樣有食物 或者不用靠食物來生存 那所以在大災難的時候呢 聖靈充滿是極度極度重要的 但是因為 其實不是單是這個牧師的 其實因為有些中派是 我們說到這些就是邪靈的經歷 那變成他們抗拒 就得不到這個益處 就是他們很多基督徒 在那時候就會很困難 但是聖靈都會跟我們說話 他們如果安靜 祈禱 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那在那時候呢 他們就會知道聖靈充滿 是真是 真是有這回事的 真是可以這樣經歷到聖靈的 我們經歷神的愛是一個很大的禮物來的 是能夠讓我們經歷到天堂的愛 可以經歷到天堂的愛 天堂的喜樂 天堂的平安 讓我們能夠 身體可感受到神的祝福 那這件事是會加增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知道呢 神並不是很遠的 神是可以真是臨在 將祂的愛 將祂的能力 平安輕省 放在我們的心中 那對於我們 這個經歷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 第一就是 醫治我們了 就是我們心靈有憂傷痛苦的壓力 神可以醫治 第二樣的幫助呢 就是 讓我們知道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經歷是神同在 那就會幫助我們 更加進入神的同在 因為祈禱的時候 經歷到平安、興省、愛、喜樂 每次都回到這個位置 你就知道 你都能夠進入神的強烈 更加強烈 如果再投入就更加強烈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就是用長時間 很緊 整個心很愛慕神 感激神、親近神、尊崇神 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你所經歷到的 舒服、平安的感受 遙動 或者是能力加強 或者身體的震動加強 那你就知道 這個是 就是我們越親近神 聖靈就越強烈越同在 這個很明顯回答 為什麼我們 親近神明明是求主耶穌臨在 求聖靈臨在會是邪靈呢 這個是沒有可能的 那你都可以回答這些人 也都回答你自己 我們可以這樣說的 我們奉 創造天地的真神的名 奉耶穌基督 神的獨生子 為我們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的名 奉聖靈的名 奉聖靈的名 來祷告 如果有任何邪靈 你要離開 如果這個是聖靈的工作 求你繼續留在我身上 我們可以這樣祈禱 依然是經歷神的同在的時候 那就是 沒有理由是邪靈的工作 那我們 就是說 會幫我們親近神 越投入就越發覺越強烈 就是好像 我曾經說過 好像是biofeedback 就是身體可感受到的反應 就是我感受到神同在帶給我身體的反應 我越投入就越經歷到身體的反應 我就知道這個是 就是這個方法是對的 這個方法是對的 我一祈禱就會經歷到神的能力 那我就知道我現在做的祈禱方法是對的 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是震動的 我現在都有震動的 不過那時候的震動比較多的 那現在我自己隨時一放都可以震動 但我也都可以完全不震動的 就是我可以控制了那個震動 但是我投入的時候 它一樣是會震出來的 那那時候我覺得很特別 我回家就這樣 我說耶穌 我一說 哇,立刻震了 我現在說的 立刻起落就湧流 耶穌 立刻有 或者感謝天父 立刻有 我愛耶穌也立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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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凡是屬於神的 就是親近神的字眼 剛才耶穌幫我遵從你 我愛耶穌也有 是全羊呼音 阿里路亞 我們也有 那我就發覺 咦,哇,現在很好啊 現在有反應的 祈禱 即時有反應的 那我就很珍惜 那我就很長時間不斷地祈禱 就不斷地有反應 讓我知道我何時 何時可以得到這個反應 那還有呢,我就發現呢 慢慢的不用叫的 心裏面喜歡神 一樣有這個反應的 那這件事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走路 搭車 在聚會 我們不一定叫出來的 我心裏面感激神 都一樣有這個反應 那這個就會讓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做的是對的 這個方式是對的 那我發覺呢 如果我單是用誤性的討告呢 就 那個反應會少很多的 那所以我看到靈的討告 心靈愛慕神的討告是會加強很多 這個會幫我們去親近神 那第二呢,就是幫我們 當我們為人祈禱呢 也都會感受到的 有些人我一走過去 我馬上感受到力量的 那我知道了 就是我和他祈禱 我感受那個力量交流 那這個幫助我為人祈禱了 幫助我呢 知道這個人是開放的 因為開放的人呢 就會有這個感受 如果不開放的呢 和他祈禱呢 是沒有什麼感受 就好像我自己祈禱那樣的 但是如果那個人是開放呢 我一和他祈禱 我馬上覺得是加強了的 力量是加強了的 那所以對於我們本人 加強和神的同在 和為人討告都是有分別的 或者在聚會裡面 有些聚會我很明顯呢 是感受到聖靈的同在加強的 有些聚會是沒有感受到的 那也都是我自己投入呢 就算什麼聚會 我都會感受到神的同在 也都感受到 多人投入祈禱 是那個力量加強的 那這些都是會 就是對我們有幫助 也都是可以隨時 隨時得安慰得力量 就是譬如有時候 煩惱啊 被人影響啊 我們一祈禱 立刻有平安喜樂能力 是會立刻幫我們 處理那些 憂傷啊 那些負面的感覺啊 立刻呢 是有正面的 可以有正面的 起樂平安了 那OK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這個益處 大家有沒有詢問 或者是回應啊 OK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祈禱了 那我們就一起 起床祈禱 你自己就試試投入 看看在祈禱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經歷到 聖靈的臨在加強 你身體可感受到的 神的同在 為什麼身體可感受到的 神的同在 這個幫助大一點呢 因為 你會知道 有沒有加強啊 就是當我們身體感受到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加強了 我們知道呢 就是我用的方法是正確的 那我就繼續投入 那麼我們都知道 啊我這段時間 神的同在是 是加強啊 要是減弱啊 要是保持跟以前一樣呢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一路提升啊 一路越來越加強的 OK 好我們一起起床 起床 放鬆個人 愛慕神 感謝神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充滿恩典慈愛的 你是滿有恩典 你是慈愛的神 你是愛我們的神 你是關心我們的神 你是滿有能力的神 你是真的極之美好的神 是隨你以外別無拯救的 我們多謝天父 我們感謝天父 我們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們感激你 我們享受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歡迎你 我們願意遵從你 行你的路 做你所吩咐的事 多謝天父 求主的靈 叫我們興省 喜樂平安 拿走我們的煩惱 我們深信 人不能夠拿走神的福氣 我們越親近神的力量 就會激勵我們去放下重擔 激勵我們去愛慕神 不給人影響 更加是完全被神掌管 求主耶穌與我們同在 更新我們的生命 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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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靠四年,充满我心,仁靠四年,死放我,仁靠四年,勇放我心,仁靠四年,改变我。 仁靠四年,充满我心,仁靠四年,死放我,仁靠四年,勇放我心,仁靠四年, 仁靠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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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靠四年 很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惚,很多人的爱心就冷淡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明光,祝福周围的人,帮助我们有信心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满有神的能力,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 我们可以更多去为人祷告,帮助人经历圣灵的安慰、医治、释放 也带领人信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去使用圣灵的能力 因此在传福音建立灵命,求主帮助我们去寻找一些人 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求主施恩赐给我们从神发出的动力 让我们渴慕神,渴慕遵从神,渴慕去拯救神,去拯救灵魂,去做神所吩咐的事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神你是喜悦我们的,神你是施恩祝福我们的 我们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多谢耶稣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多谢耶稣 Hallelujah,Hallelujah,神你真美好,神你真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